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美国的朋友们 特别是韩老师晚上好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邀请韩涛教授 做一个关于粒子物理未来十年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 韩涛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南开大学获得学士和术士学位 1990年在美国威斯康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并先后在美国黑米国家实验室 加州大学戴威斯分校 威斯康庆大学和批茨堡大学工作 韩涛教授从事粒子物理理论 TV物理和新物理研究工作 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他现在担任美国批茨堡大学 物理天文系杰出教授 粒子物理 天体物理 宇宙学中心的主任 还曾经担任美国物理学会 粒子与厂论峰会的副主席和主席 30多年来 韩涛教授在PIL PRD等 国际著名杀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280多篇 被国内外学术同行引用近2万次 其中多篇论文的单篇引用超过500次 韩涛教授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Rodemap of particle physics in the next decade 下面让我们欢迎韩涛教授的报告 请开始 谢谢大家 能听听我说话吗 能听到 谢谢大家的盛情邀请 我今天非常高兴 能有机会跟大家谈一下 我有兴趣和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 粒子物理前沿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美国P5 report出来以后 大家都很关注 我着重介绍一下P5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推荐 但是很抱歉是我最近一直在出差 所以我希望这个声音效果能够还保持比较好 要有问题的话 马上给我发一个短信 然后我再看能不能保持 再调整一下这个声音效果 这个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message 给大家的话 等这个报告做完以后 我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认同 就是高能物理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 记录人心这样的领域 大家回想起来 这个半个世纪以来 实际几乎是一个世纪这样 高能物理经历了无穷多的 几乎是没有间断的一些重大的发现 和一些发展 比如说我们假设 就是从这个最近五六十年来看 从这个基本理质的quark 到现在最近刚刚发现的higgs 从理论到实验 这些发展是相互相关 一直不间断的 比如说我们要从quark模型入手 这quark模型的理论构造 以及在质子和中子的结构 然后看到是一些部分子模型 从实验上看到 这个是在六十年代 这已经是这个 已经到这些确立了 那么七十年代呢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quark 这个重quark charm quark 就从J-side发现 大家管这个J-side的发现 是丁先生他们的发现 叫做一个revolution 就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 远远超出质子和中子 我们以为只是质子中子 就是优化和地化构成就没事了 没想到我们发现了一些更重的一些quark toucharm toucharm这个在此期 或者在一个同一个 在Selak同一个实验里发现 所以说呢 这个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并没有是一个结束 大家常常认为发现一个新例子 可能就解释了我们所有环境当中的一些现象 其实没有 如果相互作用力 W-Z粒子真正发现 那还是八十年代才会发生的 而且这个古洛网也是八十年代发现的 所以我们回想起来呢 在最后的最重的一个quark粒子 九十年代在FERMI生涯时发现 那么加上我们对中微子的一些理解 那当时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Powley和FERMI 对这个中微子就有一些构想和一些理论构造 那么1956年时候 他真正在这反应堆里面 真正从这个电子中微子里面 真正看到了电子中微子的这个反应现象 他因为打出来电子了 那么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Leon Lederman, Schwartz和Jack Sandberg 共同发现了 在1962年发现了这个μ中微子 这个实际上是真正是flavor 所谓的flavor physics的开端 我们认识到了这个中微子 是第二个中微子 跟前一个中微子是有不同的量子数的 另一个量子数 这个量子数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 本来叫flavor 所以说那个时候六十年发现了 当然他们是通过这个实验拿到Roberl奖 他拿到Roberl奖 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中微子实验方面的构造的 但是并不是说真正认识到flavor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flavor三代嘛 三代这个quark 三代青子 这个flavor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量子数 新的电子现象 你看这一个接一个这个新的发现 让我们对自然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 那么当然 十年前了 已经是十二年前了 那我们这Higgs的例子 这个完全全新的例子 大家以前从来没有看到 这样有一个基本例子是自旋为零的 它充施了整个我们这个自然现象当中任何地方 任何基本上带有真空量子数 所以你从这些这个理论上的构造 从实验室的这个确认来讲的 实际上我可以说这个就是前面那句话 半个世纪以来 超出半个世纪以来 这刚刚的物理是经历了几乎是没有间断的 一个接一个的发现和发展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科学上一个伟大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从这个理论构造来讲呢 就用简单的这个左边这个图 那实际上写出来的基本相互作用 就简直可以写在一个T恤杉上 这个T恤杉上简单的说 就把我们现在的基本例子 给总结在了一个很简单一个框大之内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例子的标准模型 那基子不利这个标准模型呢 从这个Higgs的例子发现以后呢 基本上在例子的谱上已经完全建成了 那么它有什么 那么大的什么样的意义呢 不仅是从理论上的发现 而且它从理论上的一些构造 是quanty mechanical的量子性的 而且reality is相对论的 unitory是可以这个有腰正性 又有这个重整性 就可以完全可以这个有predictivity 那么另外呢 这个真空呢 相对是基本上是稳定的 当然还现在目前不是完全肯定 就是到底top crop有多重 到top crop有多重的话呢 它对真空的稳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目前来讲 目前看这个真空是稳定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理论 是以前前所未有的 这是唯一科学上唯一一个 有这样的完整的需要的必要的一些性质 而且是可以充论化的 可以从充论化的预言程度上 所以这个理论呢 可以在可以适用到非常高的一个尺度 是一个pondentially high尺度 那么很可能 甚至很可能到plank school也是 valid 所以从理论之下上来讲 这个理论是目前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你把它写成个简单的一个一个作用量 我们把所有自然界 我们看到的基本粒子目的现象 全都写在一起 这一个公式就包括了 所有我们制作的东西 你看 点点这段 这个路径积分 这段路径积分是量子学的 把所有的一些 那个可能的一些量子路径 全都积分起来 那么下面呢 这个有一个时空的一个度归 这时空度归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这个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标志 那么下面就是广义相对论 引力的引力尺度 然后呢 这边是阳密尔斯厂论 包括了非而为规范厂 那这边是物质厂 物质厂就是所有的formance 都跟规范厂有这样的一个相互作用 那么我们剩下加上了一个YQ YQ这部分就是Higgs sector 那么Higgs sector呢 产生出了非物质质量 产生出了自己相互作用 产生一个potential 产生出来这个so-called vacuum adaptation value 从这一行来讲 我们所有物理现象全写出来了 我们自然界就是它了 真的那么简单吗 实际上自然界非常复杂 没有像我们想那么简单 而我们现在从实验官司来看 看到宇宙在加速膨胀 那实际上意味着 可能很有宇宙常数 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心理现象 我们在这个公式里面就没有解释 Dark matter呢 Dark matter实际上在已经实验上 从这个引力方面实验上 已经无处多的实验 已经证实它存在 Dark matter是存在的 已经被发现了 Dark matter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呢 我们不知道 它到底是粒子吗 不是粒子 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 它除了引力以外 任何其他的性质 那么那个Cosmic的inflation呢 我们现在所有的语论现象 都跟inflation非常自洽 inflation什么样呢 这个公式里面仍然没有 那进一步说 离我们更近一点 这个Bironable violation 我们的存在 就标志了标志模型的不完善 因为我们为什么有 没有我们的 Anti-Party-Con呢 所以从这场看 这粒子的和反粒子的 不对称性 那就标志了标志模型里面 一定要新东西 这就是很可能 要有更大的CP violation 那么有这种质量呢 有这种质量在标志模型里面 我们还要加上新的东西 那么更不要提我们现在 对这个Higgs的弱点尺度 跟这个引力尺度 它俩之间的差别 我们仍然不知道 所以这一行 我们说了这一行公式 包括了所有 All-known physics 实际上是太夸张了一点 是不可能的 那么怎么办呢 刚才这句话 回到我们经常说的句话 就是高能物理晴朗的天空上 还有飘着几座乌云 那我们看一看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 必须有解答的 比如说中文字的质量 中文字的混合 应该用什么样的构造 来写出来 而且从理论上要自下 要实验上要确认 这个目前仍然是没有 它质量和mixing 这些我们仍然不知道 第二条就是Dark Matter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Dark Matter的存在 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 但是Dark Matter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粒子物理里面 根本没有解释 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物质反物质的对称性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所以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答案 我们觉得这里边 一定有很多 更深刻的物理现象在里面 我不知道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Hierarch 我们周围的所有质量 都从Higgs机制来的 那只是100个GEV左右 那你说这个理论 可以自下到Plank scale 中间什么都没有 但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差了16次方的数量级 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些线 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对称性呢 我们仍然不知道 但这是一个puzzle 这个并不一定 我们在短期内 能够找到它回答答案 费密质质量仍然是个问题 你看TopQuark 是Electric scale 几百个GEV 电子 在Half那个MEV 一下就差了五个数量级 六个数量级 这样 那中微子呢 现在我们看的 中微子几乎就是 比这个KEV 10-3次方GV 那个范围 所以说它又差了 这么多数量级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 标准模型里面 全都是放进来的 实验参数 根本没有一个 自恰恰恰的一个 理论上的一个解释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常常发现 尤其在Quark flavor里面发现 所有的一些实验现象 都跟标准模型的 FIT这个参数符合 你有任何心理理论 Super symmetry technic color 任何心理理论来 你遇到第一个困点 困难 就是没法解决 这个flavor的这个派 所以这仍然是一个 非常大的理论 那么我们在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有三个相互作用 SU2是这个Electro-Week SU3是那个Color NU1是这个Hyper-Charge 把它们混在一起 它解释了我们标准模型 现在这几种相互作用 那么他们为什么 就简单凑到一起了 它有没有一个 更基本的原则 我们管它叫graduate education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我们仍然没有解决 我们现在能不能 把它们统一在一起 统一成一个 更强大的一个对天性 就像SU5啊 或是SU10啊 这个我们仍然不知道 那么更 下面还没有提gravity gravity gravity是存在的 我们知道 NU1告诉你 gravity skill在哪 我们也知道 这个东西怎么样 纳入我们现在框架了 你要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Black hole就出现了 你要到了 Schwarzschild的那个范围 那个尺度那么高 或者质量那么密集 的话Black hole出现 我们对Black hole的性质 几乎一无所知 只是现在从实验 观测上看到了 Black hole的一些迹象和存在 但是他们的性质 尤其从引力和 基本粒子物理来讲 我们仍然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说的 基本粒子物理 它取得了如此的成功 如此的成就 我们仍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必须回答的问题 和一些puzzle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答案的问题 那Cosmic inflation 或者Dark energy 我们仍然也是刚才提到的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继续前进呢 实际上我们是遇到了三叉入口 因为不像在Higgs发现之前 在Higgs发现之前 大家都觉得Higgs应该存在 不存在的话就怪 可是现在我们看 Higgs太好了 Higgs的renormalization和unitarity 使你这个理论 可以适用到很远很远 我们不知道 下面一定要往那边走 我们遇到了三叉入口 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 又有这么多的一些机会 那我们现在这条路应该下面怎么走 这就是今天我要回答的 要讨论的一些问题 开个玩笑 有这样一个人 他叫Yoga Barra 他是纽约队棒球队的一个主力棒球员 后来又当了一个很出名的教练 但是他说话非常风趣 但常常说的话 我们看来几乎是有点不着边境 他说这个prediction is hard especially about the future 那prediction本来就是对future的 那么他又说了 when you come to a fork in the road 来到三叉入口 take it 来到三叉入口继续前进 那往哪个方向走 他没有告诉 所以现在我们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来到三叉入口 前面是有路的 前面路在哪 我们怎么走 我们仍然不知道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explore 所有的directions 来看我们下边在什么地方 能够make一个下边的progress 这就是最近的一些活动 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 我们下边的活动之前 近十年之后的情况之前 看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 高等物理的状况 我们先看一下欧洲 欧洲有一个叫 European Strategy Process 就讲他们欧洲的一些战 基本利子方向 2020年时候有一个新update 今年是刚才 这个几乎就是几个星期之前 2月2号的时候 他们这个Strategy 又需有一个叫 SERN Council的 SERN Council的一个 Mid Term Review 来讨历这个 讨历他们以前的方向 目前的方向问题 基本上他们目前 就是在做LSE的 LSE LSE实际上一个星期左右 刚刚开始运行 来run3 刚刚开始 那么今后呢 希望能做这个 High Luminosity LSE 那么在这一步将来 10年左右 10年之后 就所谓的 Future Circular Collider 所以他们在上个 上几个星期的讨论当中 再次明确了 FCC的重要性 FCC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方向 这个会主导 他们这个SERN当中的 一些主要的一些研究方向 这个SERN的主导 就包括了欧洲 几乎主要的国家的参与 那么在亚洲呢 我们也有这样的 几个主要的一个 主要点的实验室 和主要的一些努力 那么在日本呢 日本在2007年 有这样一个 一个road map report 实际上在每年 它都在更新 我也参加过他们的审评 他们今年也正在 在继续更新 主要是以KKK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大方向 那么这个Super KKKB 刚刚开始运行 他们Luminosity呢 还没有达到 希望的这个目标 但是一直在做 在那个 JPAC的地方呢 有个Nuclear Physics 这样一个实验室 可以产生出 非常好的 Nutrienal beam等等 那么Hyper K呢 一直几螺密鼓 我们一会儿 再进一步讨论它 那么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 那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20多年 得讨论的 这样一个计划 很可能成为 下一个Higgs Factory 的一个先导 那我们在国内呢 我就不用说 大家都比我还了解 我们已经有了 非常出色的一些贡献 那个CPC-2 然后是BIS-3 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数据 都在进一步分析研究 做出了很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那个Juno呢 现在这个建设之中 希望在年底左右呢 就应该开始 这个take数据 那么在中一子 Oscillation这方面 就领导了 这个世界的这个前沿 那么Panel X的一些 Dark Matter Lasso的最新的结果 大家都很激动 都很兴奋 是不是 而且我们现在 Juno Mugu在做 这种阿里的一个 Cosmic Polarization 的这个Telescope 在这个阿里 这个高山上面 希望能够在 这个原处与内波方面 也有一些 参与和贡献 那么大家 当然 我们很多人都参与了 而且我也是 积极参与的 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在高能物理前沿 就是Energy Frontier 也走在前面去 那就是我们希望的 这个E Plus Minus Version 就是VPC 甚至是今后更长远的 看到有可能的扩展的 就是这个Proton Proton的这个程度 就叫SVPC 所以这是我们 目前的一计划 实际上我们有了 很多的长足的进展 而且在很多方向上 都有突破 而且都领导了一些 这个都在起到了 领跑的作用 那么下面我主要说的呢 是我所参与的一些工作 我所参与的工作呢 这个前面这个是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这个呢 是他们每年 每十天左右呢 就做一个审评 前一段时间 在2021年左右呢 出了这样一个 Astrophysics 或者是Astronomy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领导报告 羊羊几百页 写得非常全面 包括这个 Cosmology 也包括Astrophysics 而在这之后呢 现在正在 正在着急做的 就叫EPP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Report 正在进行之中 还没有出结果 估计今年年底 可能能出结果 那么它这个出的结果呢 就要跟下面 我说的这个SnowMath 和P5 要紧密结合起来 这三个实际上 说的是类似的事情 2021年 我们主办这个SnowMath 是研究物理的一些 这个问题 那么去年2023年 出来这个P5 Report 当我要花很多时间 来讨论的P5 Report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SnowMath的一些物理结果 然后把它提升 然后跟这个Funding 跟这个社会 跟着政府 都集合起来 提出了一些Recommendations 这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几个地方 那么这个Decadial Survey 就是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这个Report呢 可能会有 跟这个有很大的密切关系 这两个Report不一样 这个Academy Report呢 是直接 是科学院做的报告 是美国科学院做的报告 直接捅到政府上面去的 而我们下面 这个SnowMath和P5 主要还是从 我们这个学术界 和这个 一些这个 科研工作者 提出的一些 应该看到的一些现象 所以这个呢 是它俩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相辅相成 都是对政府 有直接影响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科学方面的一些报告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这两个过程 一个是SnowMath过程 SnowMath过程 实际上是本来是 这个 希望2021年就结束的 这为什么叫SnowMath 但是由于疫情 由于其他一些种种原因 2021年就没有做成 所以结果 会议是在2022年 那个2022年开的 2022年7月份的开这个会议 大家很多人都参与了 也都参与了 研究工作 也都参与了一些贡献 我们国内有几位老师 到那个SnowMath开会的地方 去亲临参加这个会 即便这个会呢 还是规模还比较大的 有500人到700人 这样的一些人参与 现场参与 那它主要的一些目标呢 它就是要达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共识 实际上这个研究是超出了 基本超出一年了 这个会议只是这样的 两三个星期 但会议已经超过一年了 那么这个会议呢 它的方向是非常全面的 你看这是一个十个 这个Frontiers 这Frontiers包括 Accelerator Frontier 然后这个Computation Frontier Cosmic Frontier Energy Frontier Instrumentation 就是探测器 Neutral Frontier 然后Underground 等等等等 理论Frontier 等等等等 你看十个Frontier 它把所有这些Frontier 一些物理问题提出来 然后把这个物理问题 重要性提出来 然后呢 这是这样的一个 Exploration 这个基本的物理 的一些重要性 然后一些理论 一些物理的一些问题 一些可能的实验方法 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实验 实验室 或者一些什么 什么一些实验装置 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环境的 一些 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合作 和国际上的合作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全面的一个讨论 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是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总结呢 那么这方面你看 是主要的一些 一些这个工作方面的前沿 这个Frontier的一些 这个列出来的 Energy Frontier Nutiful Frontier Cosmic Frontier Rare Process 就精确测量的过程 那么看我们最近 十年左右 或甚至十年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些 可能的一些机会 从实验上啊 或者是从技术上啊 或者是从财政上啊 有什么样的机会 这是当时Snow Mars 一个简单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总结 是吧 而且呢 你要考虑到大的实验项目 中小的实验项目 要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有 是从物理上 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物理上 这个过程呢 主要是从科学考虑 从科学物理方面的考虑 那么我们没有考虑到 这个合作呀 没有考虑到社会呀 更没有考虑到财政 那么P5呢 是最近刚刚出来的 这样一个结果 P5呢 是这个有这个重要的 两个要点 一个是Project 一个是Prioritization 就是那个 要给出来一些优化的 什么样的一些实验项目 可以做 要事先做 什么项目要后做 根据目前的 财政等等 合在一起 这就超出了物理来 要走入这个 研究基金 走入一些政策 甚至走入一些 政府的一些支持 所以呢 这个去年的 12月7号 他们总结了 我们Snowmaster的结果 经历了几乎 半年以上时间的 认真讨论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最后给出了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写在这 大家有些具体化 可以去看 基本上也是 好几百页的 这样一个报告 它这个题目 主要是叫 Explore the Quantum Universe 这个实际上汇集了 三个主要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 这个大的原则 这三个大的原则的 其中一条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很多重要的基本理词 包括Hicks的理词 和中规词 这些Hicks和中规词 是非常非常 Illusive Hicks的相互作用 是跟 有看法 Coupling有关的 从FIMS来讲 但是非常 有一些 轻的例子来讲 相互作用非常非常弱 很 那是为什么 Hicks非常不容易找 你打不出来 它是相互作用 原则的点是很弱的 那么中规词 这个东西 尽管说相互作用 是弱相互作用 但是还是 基本上是 Gate相互作用 还不算太弱 比Hicks按照理相言 可是它现在的质量 我们仍然不知道 我们发现已经70年了 我仍然不知道 中规词的质量 中规词质量的绝对值 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Hicks 和中规词这方面 实际上是在我们 Quanty Mechanical的 现实里面 是非常非常奇怪 一个东西 那么从我们看 周围的这个现象来讲 我们看到了Dark-Metro 就在我们周围 Dark-Metro 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不知道 就是抓不住的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宇宙 现在目前是在 是在这个膨胀 而且不仅是膨胀 它是在加速膨胀 这是从哪来的呢 这是从Inflation来的呢 还是从Dark-Energy来的 怎么回事呢 我们仍然不知道 所以这两个方面 合在一起 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 恰恰就是 我们这个宇宙论 宇宙学 和我们基本物理 基本粒子物理 合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希望 在这个高能 高能加速器 高能实验当中 来回答两方面的问题 结果我们是合在了 结果我们是有 三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来合在一起 来探讨 类似的基本问题 所以这是这个 P5 Report的一个 一个总的一个 结构和构造和原则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 就是看到了 P5 Report 如何总结我们 SnowMath的结果 上升到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做法 那么下面呢 我们花点时间 来介绍一下 这个P5的一个具体情况 他们原则是怎么做的 原则呢 是把我们讨论 这些物理问题呀 来够来总结一下 什么样的是 Prioritization 就是这个优先 哪一个更加优先 那么优先的话 放在这个社会环境来 你看你要有资金 你要有人力物力 所以他们基本上 分成了这样三类 就是大于 250万 250万 这是百万的 250万这样的一个 数量级的 那就叫大的Project OK 这样大的Project 那是要认真重新讨论的 在50 50万和250万之间的Project 叫Intermediate 叫Billion 这样讨论 那50个Million之下的话呢 就稍微来讲 稍微小型一点 所以我们要考虑物理问题当中呢 要把它们放在现实当中去 要看一看他这个 这个 我们从 从这个财政方面 和人力方面 物理方面 能不能有合适的 这个支持 所以这个P5 recommendation里面 是加了这个内容的 这个内容按道理讲呢 跟我们国际呢 并不完全一样 什么欧洲的计划 和我们中国的一些 这个研究积极方式 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 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 一个结构 一个启发 我觉得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尽管他们这个结构 跟我们这个资金结构不一样 但是从这个大小规模上看 或者从支持的 这个优先 优先这个选择方面看 还是有很多 可以借鉴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 美国这个P5这个report 是就在某种程度上 是给国际的一些 这方科研方面的 一个定向标 可以这样的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认为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 很多人在国际上 也都在一直想听 他这个 一些报告一些结果 那么他原创是什么呢 他希望在重新调整这个机之后 再次重新 让美国的一些高原物理方向 能够有新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 领导作用的一些参与 就是说US 所谓US leadership 包括在一些facility 就是国家实验室 或者一些地下实验室等等 然后呢 一些这个 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 又有一些新的 更重要的一些 这个国家的initiative 而且后边要经常提到workforce 就是人才的培养和训练 一会我还要提到这一点 这一点大家常常不够重视 最不够重视的一点 实际上是如何engagement 就是我们这个community 我们这society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群体 我们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的结构 这个我们怎么样相互之间 起到这个合作 partnership 怎么样互相在这个国际上 或者在我们国内 起到一些在科研方面的一些领导作用 这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些讨论 这点我要提一下 常常大家不提这个东西 大家讨论的都是这个学术方面的 科学方面的 实际上这是在大规模 这些项目当中 和国际合作上是不可能不遇到的 下面呢 就说我们如何平衡 这个平衡这些这个program 有非常大的花钱非常多 时间非常长 有非常小的很快就可以有收效 有可能很快出结果 还可能有新的发现 所以在中间呢 还有一些中等的 我们如何把这些平衡起来 那么如何把理论和实验平衡起来 那么理论呢 常常并不一定花那么多钱 可是理论常常起到主导作用 理论常常会提出一些想法 提出一些方向 那么实验的话 常常要合作要协作 这样只有两条腿走路 才是真正能往前走 你只要一条腿往前迈的话 你走不多远 你就会摔倒 所以说如何在全面的这个方面 从理论和实验方面平衡 也是P5当中做了非常认真的讨论 有非常重要的recommendation 这次远远超出了上次P5 上次的P5是2013年左右出的报告 但是我认为那次P5比这次P5 整个从程度上和这个深度上和广度上 差了很多 所以我们看看它这个 总的vision呢 它们的vision是要在这个科学上起到领导作用 集中精力 然后在这个方向 quantum realm 就是刚才我说的higgs和neutrino 然后和这个hidden universe 就是说呢 那个在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个dark matter dark energy 如何怎么样在这个hidden universe里面来探索 而且要结合起来 然后希望能够直接有新的一些发现 包括是直接探 直接观测到新的物质 新的粒子 寻找新的物质 粒子都能合在一起的 那么下面呢 它有提出了三个最主要的这个主要的方向 一个是highest priority 最高的这个目标 就是说目前最重要的一条 不管funding situation 不管这个budget situation是什么样 首先要完成目前最重要的这几个大的实验状态 一个是LSE LSE今后会统治我们高能物理10年到15年 所以我们LSE仍然是我们的生命线 LSE毫不疑问 所以仍然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生命线 那么在美国来讲的下一个在美国本土上 就是所谓这个DUN 就是这个Deep Underground Neutrinal Experiment 所以这个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希望这个一会我和想细介绍 就是说希望在今后的五年左右 会不会能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实验结果 那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Rubin Observatory 有很多一些实验在同样的这一个观众战里边 可以看到尤其看到一些这个CNB 尤其看到一些这个Dark Matter的一些信号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这个所谓highest priority 那么下面除了的highest priority以外 另外要有很多很多叫major projects 很重要的project 要必须要开始进行的 其中之一就是CNB的stage 4 就是第四级的这个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这个Precision Measurement 这仍然是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就是Phase 2的DUN 这样又要花几个billion的钱 这个能不能做 这个是secondary的一个consideration 不是primary primary刚才是第一个已经提到了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在认真地讨论 如何来建下一个higgs factory 甚至higgs factory不在美国做 美国也一定要认为应该全面支持 就尤其是刚才提到 那个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 在日本提出那个 这就是所谓的off-shell heat factory 就是在美国本土之外 要建higgs factory 仍然是美国应该潜力支持的 一个重要的考虑 那么下一个是 Dark Matter Underground Direct Detection 的第三代 就是Generation 3 Dark Matter Direct Detection 现在当然是这个DNNNC 跟我们Panar X 其实NNN的Panar X 都是类似的 这个属于同样的类似的东西 那S-Cube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内也有人参与S-Cube 就S-Cube的第二代 能不能跟这个Dark Matter Search 跟这个Neutrino的 Cosmological Neutrino的一些Search 都联合在一起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priority 那么第三个priority 就是要Bilance大中效 第三个priority 就是不能把所有钱全给大的 也不能光不做大的光做小 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 就是把这个大中小 全要结合起来 那么下面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一个 如何平衡比论和Competition 去计算 以及加速器的技术 这方面的一些平衡内容 另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Workforce Workforce就是说 如何培养我们人才 然后加强我们的能力 然后来扩展我们的 跟这个社会的交流 跟社会的这个沟通 以及我们领域当中的一些 就是这个伦理道德 如何让我们科研也都更完善 做科研也有更完善的 高标准伦理道德 这是这个列的基本上是五条 那么现在我就要重复一下 我就要详细说一下 它这个报告当中的一些 这个具体的Recommendation 而且在具体Recommendation当中呢 我可能还要提出一些 跟物理有关 因为我们在座的多数 都是这个做科研的 做物理的嘛 我们尽管讲了这么多 一些结构 一些这个交流 一些合作 一些这个 或者二体 但真的我们进去 还是想做物理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六个Recommendation 这六个Recommendation当中呢 几乎有三十多条条款 而且这个条款呢 实际上都是 都是Rank 都说哪个第一 哪个第二 这都说过的 另外呢 也说了一下平衡的 钱的平衡问题 这十六个Recommendation 除了六个主要Recommendation以外呢 还有二十个领域Recommendation 这二十个Recommendation呢 不是根据这个物理而言 而是跟这个领域有关的 比如说是加速器 探测器 理论 实验室 赫磊区 大学 这样的一些 这个Funding Agency 这样具体讨论 我也要简单说几句 但是这个跟物理关系不大 真正跟物理有关的 实际上是前边 这个六个Recommendation的 基本上是前四个 就我详细说一遍 好 第一个最高Recommendation 我们刚才也提了 最高Recommendation 就要完成目前的 主要的大实验项目 其中一个是LSE 或者是叫 这个正在准备当中的 RUN3完了以后 才开始的 就所谓叫 High Luminosity 这属于Energy Frontier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Phase1的 DUN Deep Underground Neutrino And PEEP2 是那个直子的 直子的这个直子源 在Fermilab的最高的直子源 而且这个里面呢 直接就连续着 Long Baseline Neutrino Experiment 第三条呢 是Varerubin的那个Observity 是关于Dark Energy Savay 还有其他的一些事 这是最重要的一段 加成一些中小的 加成中小的 比如说是 Short Baseline Neutrino Nova Baseline T2K S-Cube 然后Dark Matter Drags Search 这个Zenon 然后这个 The Super CDMS 是更轻一点 Dark Matter Search Dark Side Daisy是这个 Dark Energy The Search 以及这个Flavor LCP 或者是这个 在Fermilab Mute to E 等等 这是目前的 应该 它主要的 那回到 回到物理上来 Face 给大家 LCP 像我所说 现在软速 刚刚开始 我们软速 我们软速就在这 这个星期 刚刚禁闭 所以软速 我们会 几百个 Inversive Farmer Bar 它基本上会 在Higgs方面 有更详细的 更精细研究 比如说 你会产出 1600万个Higgs 是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是 我们现在 目前正在进行的 马上就要进行当中的 所以LCP 仍然是我们 最主要的一个 实验和理论的一个基地 我们必须要做下去的 那么下面这个 中间 2066年前后 就稍微停一下 在停的 停断过程当中 然后才能够实现 REN4 REN4 就是所谓的 High Luminosity 那基本上要增加 10倍的能量 10倍 10倍的 这个Luminosity 你想 我们目前研究了 这么多 这个LSE里边 这个新现象 Tixtro发现了 我们还要有 90%的Data 要进来呢 我们现在只是 用10%左右 这样10%到20% 这样的一个Data 所以LSE还会继续进行的 大家不要灰心上心 这里边 LSE里边 还有很多很多的 新的物理 应该我们进一步研究 所以这Hick's的Coupling 会增加 会测量到 百分之几的程度 Self Coupling 彻底比较差 能够order one吧 就是基本上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范围 LSE呢 从能量上看 还不够产生出 很多很好的 高质量的Hick's Hick's Pair OK 那么对新物理的探测呢 我们已经基本上达到一个 TeV这样的范围 就是这个新的Gate Bosons 新的Color 这个States 那几个TeV这样的范围 实际上我们已经超出了 这个 已经看到标准模型 对Electronic Scale 已经超出去了 所以LSE无论如何 是我们下边要做 15年当中的结果 那么它的第二个实验 是什么呢 就是Deep Underground Neutrinal Experiment 那么Hyper-K在日本 这个Carmic County 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已经开始在建造了 所以Juno呢 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快建成了 这两个都是在 这个Dune之前会建成 Dune这个呢 是1300公里 这样一个Base Line 从费米实验室 射出的Neutrinal 射到它的South Dakota 底下一个Deep Underground 这样一个矿 一个矿里边呢 放了这个10吨到几吨的 这样几千 几吨的这样的一个 Liquid Argon 这样的一个 40K的这样的 Liquid Argon的这样一个探测器 深度到5000尺左右 5000尺左右 是不到2000米 这样的一个深度 所以这是一个Neutrinal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总结 这个总结呢 Juno希望我们 今年年底就开始有数据 它就可以在Mass hierarchy方面 有一些初步的一些结果了 Dune呢 那是基本上要到2030年左右 会在这个Super K 2027年那个左右 在这之间 当然Dune的那个环境 也是最好的 而且不同的材料 这个材料是最好的 而且它从精确度来讲 显然是会比其他的更好的 那么到底是竞争当中 谁把结果首先做出来 做得最好 那么这个竞争 我觉得还是很正面的 还是能够能够引起 能够引起我们所有的一些 这个研究人员的关注和参与 这个我觉得 从Neutrinal Physics方面呢 应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第三条呢 是Cosmology方面 是Var Rubin的Observatory 它在这个 在Chile 在这个这里 这个地方 有这样一个很好 这个环境 它可以建好几个 Observers 或者是叫这个 叫那个望远镜 之类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做了很多 这方面的物理 它可以看这个 这个Observers 包括这个银河系的一些情况 而且这个 太阳系的一些情况 当然我们最有兴趣的 还是在这个 Dunton Energy这些方面 这个测量 这三个都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 下面这个Recommendation 2 就是如何来 平衡 其他的一些 这个实验装置 一个是这个小一点 这个CNB的 CNB的这个 Fourth Generation 它可以有 很精确的一些 这个对CNB 进一步测量 以后我要收集一下 那么 希望的Phase 2的Dun 会更提高 它的 它的强度 提高中微子的强度 因为要 要改善这个 直子源 直子源要做得 更强大以后 Double的直子源的 这个功率 Double支源功率以后呢 它这个 那个中微子强度 会增加 会增加 所以呢 它的探测的范围呢 也就更 更广 更广 那么刚才 我已经提到了 不管是这个 下一个 Hicks Factory 就是在 Hicks和自己 Pair Production 在240个GV 这范围 不管是谁 首先能够 做到 那么 这个 美国物理界 都认为 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科研项目 大家都要 应该认真支持 那提到的 现在它列定 这两个人是 这个日本的 ILC和 SERN的 FCE 所以物理上 跟我们的 CEPC 是同样的 物理目标的 那么 下面 这个 我给你看一下 它这个结果 当然 这个 CNB Generation 4 的目的 就是要做 这个 CNB的 Early Unified Cosmology 你看它 这个测量 这个底下 这个图 这横向呢 就是 大家常常看到 这个角度 然后上面这个呢 就是它的 这个 Ossolution的 Power 你可以看 这个不同的 一些 这个 Underlying Physics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下面的 第一个风 第一个风的 风的高矮 就标志着 就标志着 我们这个 University 这个Flatness 到底有多Flat 所以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那么 下面的 这个不同的风 都有不同的 物理影响 比如说 下边两个风 就是说 这个 有Dark Matter 还是什么样的 一些其他Matter 来这个 来这个 影响 你其他 两个风 那么现在 是不是还有 非常轻的一些 这个 在早期 有轻的一些 例子 甚至是 第四个中位子 要这进来的话呢 也会改变 一些这个 这个Fitting 所以你看 它这个CNB 这个 第四代Generation 甚至CNB 要是能够把这个风 测得更准 测得更远 有很多很多 Underline Physics 比如说这个中位子质量 就会在这 就有关系 Inflation的一些 这个 这个 早期的Signal 在这里面都会有 所以这个CNB的测量 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测量 而且它直接就有 对我们的理论的一些影响 有直接关系 那么下面 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在不同的实验当中 做到的一些成分 这些点呢 就是这个 有一些是 目前实验 和这一些 这个计划的实验 所以说 这个CNB Generation 4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Office Higgs 我就不用多说 大家非常熟悉 就说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llective 已经研究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了 GPC 就是也是在这个能量范围 那么 FCC 也是在这个能量范围 我们就希望 在Higgs Z Production当中呢 能够产生出来 100万 A Million Higgs A Million Higgs 在统计上看 就1 over root million 就10 minus 3 那对Higgs的性质测量 简单的说 那就是 0.1%的 所以说呢 你可以 我就不详细看 这个表了 这个表呢 就是一个比较 不同的相互作用 Higgs ZZ Higgs WW 以及Higgs to Charm Higgs to Muon 的比较 这个最高 这个呢 就是性经济度 比较差 百分之十几的 这是我们期待着 LSD可以达到结果 那底下这些 非常精确的呢 就是其他的 Higgs Factor 可以提供的 所以我们对这些 经济测量的 会提高几乎 一个数量级左右 提高这样数量级的话呢 对新粒子 新粒子 就比较敏感了 我们当然希望 看到Division 你要看到Division的话 那不就是 间接地看到了 新物理新现象 所以这个原则的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Higgs Factor 假设即使是offshell offshell 在美国来讲 就是不在美国本土 仍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priority 就像SERN 这个LSE一样 SERN的LSE 并不在美国 可是美国参加的贡献 参与 实际是 是百分之百的努力的 这是这个Higgs offshell Higgs的情况 Recommendation 3 就是说 我们要在大中小的 不同的实验的一些 这个结构上 那个达到一个平衡 那么就说 比如说是一个 Precision的 Folavor Physics Folavor Physics 可能是Bio2 或者是这个LSEB 可以类似这样的 一些实验 它这些实验 实际上并不是 规模特别大 它的花费 比这个LSE 和其他的一些 大的现状值 都要小一些 可是它的对 锡物理的一些敏感度 仍然是很有很有意义的 比如说你看到 这个是对不同的测量 K系统的Epsilon 再加上Rare.K Mu2E Gamma 然后这个Electrical Depth Moment 这个Charm Depth Moment Kix 所以这些 Folavor Physics 仍然可能对 这个新的物理的尺度 有非常敏感的一些颜色 要加强计算 计算技术 计算的一些新的方向 包括Machine Learning 包括AI 这都是一些重要的一些方向 尽管不是我们高能物理 直接做的 但是都是我们高能物理工具 都是我们高能物理 必须要用到的 技术上也是一样 你探测机的设计 探测机的装置 这都叫R&D 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这些R&D是必须的 这是投资 无论在理论上 计算机上 还是在这个探测机技术上 不是加速器技术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提到了 Path to 10 TeV Partonic Central Mass Energy 就是Path on Central Mass Energy 10 TeV 是下一个目标 所以说这里边提到了 就下面说 那个10 TeV的 Partonic Central Mass Energy 那个怎么走到那呢 那就超出了Higgs Factor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FCC-HH 或者是我们国内提到这个SPP-S SPP-C 这样事情 而且最近提出了 有可能实现的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Mu-on Collider 这个Mu-on Collider呢 有可能能量远远超出 E plus minus 接近这个Proton 这样的 所以结果的目标 就是如何达到10 TeV 这样的Partonic Central Mass Energy 这样的结果 那么对这个Instrumentation 就是探测器的设量 那么下一个DECD 我们应该如何来发展 对探测器的一些设量 探测器技术也非常重要 你不管是从Timing来讲 还是从这Vertexing来讲 对你发现新粒子 发现新现象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粒子 这些粒子不胜为举 你发现了TopQuark 发现了这个BQuark 都是跟这个Vertex Detector 技术的发展 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下面呢 就要提出了这个所谓的 10 TeV Partonic Central Mass Energy 当然我提到了 在你用不同的方式 可以达到这个点 有可能是FTC 100 TeV的这样的Proton 也可能是10 TeV的 那个Mu-on Collider 那的目的就是要把 这个Electrophysics 研究的更为精确 然后希望超出Electrophysics 看到它新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这个要看这个 Hicks Self-Coupling Hicks Self-Coupling 是唯一标准模型里边 我们还没有直接看到 我们标准模型里边 当然除了这个 Electron 有Coupling以外 就稍微Coupling强一点的 我们基本上已经都测试到了 Hicks TT Bar Hicks BB Bar Hicks TowTow Hicks MuMu都快进去了 可是Hicks自相互作用 是真正的自相互作用 Hicks自相互作用 是标准模型里 唯一一个自相互作用 你说大家都说 GluWang有自相互作用 不对 GluWang它相互作用是Color 它在不同的Color 两个GluWang是不同的Color 在相互作用 Hicks没有这个事 Hicks只有一个 没有Color 什么也没有 Vacuum Expectation 是跟Vacuum Quantum Number 这个相互作用 我们从来都见过的 到现在也没有看到 所以Hicks自相互作用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包括它在Earth Universe 它会不会来 来变化我们的Face Transition呢 会不会产生出的 Strong First Order Face Transition呢 会不会有这个 Cosmological Consequences Baron Number Violation 等等 是不是都不太有关系 所以这个我们在标准模型里 是必须知道的一个问题 让人不知道 那么它会不会跟那个 要有Strong First Order 飞船世界的话 那它就会有这个 Gravity Wave就有关系 所以这个里面是 非常非常瑞士的FaceX 那不仅有达到了 Precision Management 而且还可以开了 新的预值呢 你要10TB的 Central Standard 你预值开了以后 新的粒子 重的Hicks SoulC Particle Color Particle 什么都会出来 所以这10T Particle Central Standard Analy 对不起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么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Central FCC H 和国内的这个SPPC 是有类似的目标的 那么我现在实际上 比较有兴趣的 实际上还是说 能不能走到更前去 看到这个Future Mion Collector 在技术上看呢 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是2019年 出来的一个实验的 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 就说他们已经看到 可以做的Cooling了 Cooling这个远远还不够了 这只是一个10% 20%的Cooling 实际上我们要到 要需要5个 Auto Magnitude 把所有的密码 全集中在一起 一起齐步走 这个实际上 还是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设计 基本上已经有了 从Proton Driver 到这个Cooling 这段是最难的 然后呢 加速不难 加速可以加速到几个TV 很快就可以加速到 然后再碰撞 在这个过程都有 就是中间这个Cooling 这段是最难的 因为这个Demonstration 又引起了 大家的重大的情绪 这个Nature里面呢 也提过 Particle Phantasy Dream forMion Collider 然后呢 最近Nature又有一个 就一个月之前 Nature又有一篇文章 说US和Cern 就应该齐心协力 来说Mion Collider 那么它在P5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位置 P5说了 Path to 10 TV P Path on 有30% Although we do not know If the Mion Collider is ultimately feasible 因为我们之前的技术 没有完全解释 但是这个Rode Towards 10 TV 这个 这个这个步骤呢 是必须要 要开展 要进行的 所以这个给了大家 很大的一个鼓励和激励 所以在这边 有很多年轻人 就这样做 说这个最后一句话 是很有意思的 它最后一句话 说 List our moonshot 大家可能 我不知道在座子 有多少人可以 可以体会到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实际是在以前 那个 那个JFK Kennedy 他说 List our moonshot 这说登月计划 登月计划 我们是要对 一个月球发射 所以他们故意 把这个 moonshot 改成了 Mion 实际上这意思 意思是说 这是我们很大的 一个探险 也是一个觉醒 所以这个 让很多年轻人 听起来很激动 但是我们这个到底 离这个Mion Collider 多远 那我们从技术上 可能还需要 多很长时间了 不是最近几年 可能估计也得到 10年20年 这样的时间 但是从这个物理上 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就 没有时间 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 所以我只能列一下 它的物理潜力 它物理潜力呢 由于它是 Leptum Collider 它很干净 它会明显的 improve 你在LSE里面的情况 而且由于你可以 提高很多能量 它又可以远远地 超出你 升幅电子的情况 所以Mion Collider 是Buy 1 Gate 1 Free 就是说你 你花了一个钱 你又有 那个 Proton 类似这样的能量 和这个 Proton 那个Skilling 你又有像 正负电子量 直接的 Annihilation 所以这个 这个轻子和 和那个强子的对撞 在一个机器里面 全都实现了 所以你在这个 Search for 那个Heavy Particle 里面 这是Top Squark 当然 要Color的话 FCC会更好一点 可是你要是不是 Color的 Gaginos 你这个Mion Collider 就会超出了 你这个Hydro 这个Collider 所以在这个Electric Quantum Number 这个Mion Collider 是最好的 那么这边呢 看一下 你个有什么新的 新的例子 这个边是一个Hex Copting Deposition 所以原则上讲的 你可以提升到 这个Hex的精确度 你可以Sub% 可以在一个%之内 那要Translate Intro Heavy New Party 的话呢 你就已到了 这个10个TV了 10个TV到我们的Hex 的Funtune来讲 变成10-4的Funtune 那就 那这个Funtune的问题 就从原则上讲 就非常非常奇怪了 这个Funtune这个想法 可能就不对了 那就可能是要有 什么新的对称性 什么的进来 所以下面这个呢 我由于时间问题 我已经不能讲太多 但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我必须 我认为应该 尤其在我们国际上 和国内应该看一下 我认为美国这一点呢 是提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科研当中的 一些这个专业性 我们如何要 我们这个是科学研究 是要有认真的态度的 有认真专业性的 而且要有这个 要有人格呀 要有这个伦理呀 道德呀 这方面在P-File里面 都提到了 我觉得他们提的是 好的是对的 我们所有的科研人员 都应该用这个 作为一个准则 来衡量我们自己 不仅要发展 我们的这个Workforce 不仅要 要engage 所有我们其他的community 而我们自己的ethical ethical就是一个 道德准则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应该 大家都应该认真注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P-File 这次走的远远超出了 简单的一些project 而且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 社会上的一个沟通 社会的一个整个环 我们这个领域和外边领域的沟通 我们如何起到我们自己的 这个科研人员的表现程度 这个里面我觉得这条 显示很好了 怎么样 然后发展这个Workforce 这是第一条 怎么样在这个 跟这个政府机构的一些政策 和政府机构的一些 对我们的支持 怎么样一个沟通 然后而且还要支持 互相支持 要是有些人 比如说家里边有问题 如果有些人 要有这个身体上有缺陷 等等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社会里面 都应该让他们 参与我们的科研 不应该有任何歧视 而且还应该有一些支持 所以这条我觉得 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进步 这是在社会上 这社会文明程度上 一个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也是应该值得注意的 这个我就没有时间详细说了 那么下边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就没有时间 再详细说了 它这个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总结 2024年是我们开始 LSE我不讲了 还有十年左右的 还有很多很多年的一个进行 LSE High Luminosity 一直在持续十年以上 那么剩下那个 你看这个颜色 就是在不同的年度当中 到2024年 2034年 这十年左右的范围当中 什么样的计划 什么样东西 我们会看到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个中间这种颜色的呢 就是这个底下这种颜色的呢 你是叫褐色呀 还是什么 就类似这样的颜色 就是说是R&D 研究研发 就是研发的 而这个深一点的 这个有点这个蓝的这个呢 这个实际就是争取 就Operation 就开始运行 所以你大致看一下 这个 大家这个 这个P5 一些总结情况 是这样给定 那么哪个有Priority Yes 哪个没有Priority No 或哪个是中间 默定两可 这是包括所有的一些计划 列在这儿的 在他们表上 也很有意思 那么P5 把这个图 又重新收里面 这是我们SnowMath的图 就把SnowMath图来 拿出来以后 他给你打勾 他说你SnowMath 说的什么 我们基本上全是按你们做了 而且比你们做的更具体 比如说 US Initiate 这个Future Collider 就是我们一直 你能讨论了 这个Dune 一些Phase 1 Phase 2 我们也都讨论了 而且Microwave东西 这三个全都是 High Priority Pinked Fibre 也是High Priority 所以他这里边 说我们SnowMath 讨论的内容 基本上没有漏掉 所以我们讨论的物理 他们不仅都讨论了 而且还给你列出来了 这个 它的 重要程度 所以呢 那它剩下有一些 这个 Area 具体Area 的Recompetation 我就没有时间 再详细说了 但是我觉得 仍然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 这个Funding Agencies 就是国家的基金 跟大学里边的情况 应该如何结合 就是理论 理论要大力加强 理论前一段时间 没有人强调 也没有人提 说理论必须要加强 而且学校 学校的理论机构 每年又增加 15 million 百万 1500万 每年又增加1500万 这样的研究基金 当然他说 2026年可能才可以实施 因为P5出来以后 还要有政府的认同 还要政府 有多大程度 政府要认同 给你投钱 还是一个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所以可能2026年 基本上 P5要是能够实施的话 才能够开始 所以这是理论的 一个重要性 另外就是 这是小的实验 这小的实验 有多少小的实验 可以提出来 有多少小人 可以加进来 所以小的实验 还要有很多 提出了一些 很多物理方面的目标 来参与的 Instrumentation 是加速器方面 这是探索器方面 探索器技术方面的 然后一般的 加速器的R&D 应该有多少加强 所以这个 就是基本上 对于不同的方向的 一些体系 一些的这个建议 那我就不说了 它列了很多 一共有20个 那么总结 总结一下看 你看它这个 P5的报告 是基于 Snowmass 一两年的 一些物理上的讨论 总结提升精华出来 这么三个方向 这个三个方向呢 你是Quantum Raym 就是这个量子 一些现象 包括Higgs 和那个Neutrino 这个现在是我们 眼前的现象 眼前现象 Darkman在我们之间 我们不知道 宇宙的膨胀和Inflation 我们不知道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那在我们之间 从这个宇宙学 和我们粒子物理 结合的地方在哪 基本理论 能不能在基本理论里边 高能加速器上 能看到基本的一些 心象作用 看到一些新粒子 能不能找到新粒子 所以这三个 总结起来呢 条理是挺清楚的 而且这个Priority 就是哪个应该先 哪个后 也列得很清楚的 所以这是一个 很激动人心的 一个Road map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高能物理领域 是非常非常活跃 Dynamic的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么我们坦率地说 下一个发现在哪 我们实际不知道 我跟你说的很明确 我们走在三岔路口 哪条路可以走到 找到下一个果实 我们目前不一定知道 但是有很多路要走 你只要往前走 你才能找到下一个路 你要是不知道 你要是不往前走 你就不会找到 那下边的出入途径 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 一定要做的 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走着看 那么我们把它总结一看 总观全局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 一方面 我们眼前 就有这么多的迷 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Dark Matter 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我们明明知道 Dark Matter就在我们周围 Dark Matter多得不得了 就在我们周围 比我们周围基本粒子物理 基本粒子还可以看到粒子 至少是大四五倍 我们只有20%多的东西 是可观察的这样的物质 是不是 不是 Sorry 只有20%左右的东西 是Dark Matter 只有百分之几的东西 我们可以观测的 那个BioNumber 而70%多的是Dark Energy 连我们周围的particles 都不一定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 我们什么清楚呢 Electric Scale 我们基本上搞清楚了 在Higgs机制 是它在Work Higgs产生的所有质量 全是跟它的模型 和跟它的这个parameter 是符合的 但这个我们不能完全停留 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更深的物理在哪呢 粒子的质量 更深的话 是这个对决性破缺 或者这个相变 是从哪来的呢 Cosmic Inflation 从哪来呢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走到更深的 所谓的quantum reality 这就是Nutrinal质量 Higgs质量等等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fundamental的question 这些fundamental的question 都会让我们 有很多事情 很多可以激动人心的一些project来做 所以尤其是年轻人 有很多事情 很多机会 应该可以参与 所以我说这个Hindle's Physics 是非常bright 而且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 这个journal就在我们前面 对不起 超过了时间了 没关系 一开始我们当了 好的 汉唐老师呢 给我们做 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P5 这个计划 这个P5规划 做了一个很好很详细的报告 那么我们下面开始提问 看看这个 各位老师 各位有什么问题 你给我重复问题 还是我能看到 我能看到提的问题吗 可以可以 汉老师 那个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问 或者如果语音不方便 可以在这个chat里面留言 我们转给韩老师 对 你直接问更好 你直接问的话 我听你听得很清楚 但是我看的话 还不知道 到哪去看 chat OK 我看了 我打开chat 大家可以开始 问问题和讨论 畅存预言 这个大家跟大家见面 聊天机会不太多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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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那个我是马来梁 这个非常感谢你 有时间 对我们做这样一个 精彩的报告 再问一个小问题 报道预誉 就是我 就是咱们说 这个你比方说 Hicks 我们说是质量 这个起源 对吧 我们说这个 包括夸克 包括轻子 就是中因子 这个东西 我们到底能不能 也可以说 就是也可以用 你用这个 Hicks 这个来 解释中因子的 质量起源 还是说我们 可以 理论上 一定说不可以 那不 那不 没有 没有 你 你 你 这个所有的 费密子质量 全都有一个新 有Cover coupling 而这个有Cover coupling 全都是任意的 就是跟你 这个测量出来 那个数值 一吻合就行了 但是理论上 没有任何 原因 也没有道理 也没有必要 是那样 比如说 Electron 有Cover coupling 是10的负5字方 Top part 有Cover coupling 是1 你说这个 10的负5字方 和1 差别那么大 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办法 回答 这Flyward fitting 你要沿着 这个路子走 那么中微子的质量 中微子质量 也可以加一个 有Cover coupling 那你就加进 右手中微子就行了 在标准模型里边 Wenberg写的时候 没有右手中微子的 右中微子 不必要存在 那你要是就像 所有其他的质密子一样 除了左手 二重态以外 你再加一个右手单态 你要加了右手单态 你就可以构造出来 跟其他所有粒子 一样的 迪拉克质量 那么你就 现在这个扭曲头质量 大家还不知道多少 就是基本上 10的负3次方 电子符 10的负4次方 电子符 我猜吧 10的负3次方 电子符 那么结果呢 就是那个 有Cover coupling 就10的负12 10的负11 那你愿意接受吗 可以啊 你就是说 那它比这个电子 还要小 6个数量级 它比电子 还要小 6到9个数量级 我们现在 终于才不知道 你说这不是 大家就觉得很不自然 仍然不知道 这个中微子质量 从哪来的吗 而且你要写出来 右手中微子 这右手中微子 是一个 大家管的叫 叫Sheron Neutrogeno 因为它没有任何 Gage Quantum Number 所有其他粒子 全有Gage Quantum Number 就是这个右手中微子 为什么 Wammerger当时没加呢 它不跟任何 这个粒子偶合 它跟任何粒子 不偶合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可以去加 可以加入 Majorana Mas 中微子是 唯一一个 可以加入 Majorana Mas 的粒子 那你为什么 刚才写出 Dirac Mas 你不加 Majorana Mas 那我就愿意加 我写了很多文章 我加Majorana Mas 那这个中微子 就超出了 你标准模型了 那又 有Neutrogeno Double Bit Decay Leption Number 甚至可以有 Leptrogenesis 就是可以产生出来 那个Bio Number 这都有可能 所以中微子 这里边 有很多很多 很有意思的一些 新的物理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还没有搞清 我问一个问题吧 韩刀 我是张新铭 听得见吧 新铭 新铭你好 你好 对 你能回到你的最后 好像是一张PPT 这个韩刀讲的非常好 而且我感觉 完全赞同就是 每国 你的最后一张PPT 能打出来 好像看到两个 从两边 从两边 一个例子 高能物理 宇宙学 往中间接的那一个 是在你的最后一张 还是倒数第二张 对 就这一张PPT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而且是一个 谈到 谈的就是这样 每国的高能物理的规划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 代表就是这个国际的 高能物理的走向 有一点 我想再交流一下 你这样说很好 最右边的 这是一个像 这个 有点像粒子物理 而不是最左边的 我这看这屏幕的 右边的话 你这两个 暗物质的 其他还 暗能量 inflation 都是cosmic acceleration 这一块的 但是 似乎来说 都在说一个观点 我很同意 但是没想 想想通的 两边 目前研究的 都是有偶像的 想通过找一个 非常 fundamental的理论 在中间的 就那一个 中间的一个的 能够包括 微观的 又能包括 宏观的 这是真正的 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一块 你在 原来我们一直说 两个往中间走 现在非常好的 就是把中间 这块 它给拿出来了 对不对 真的碰到一块 有一个 真正理论 非常类似 就是我们描述 这个微观理论 在T恤上 都给写下了 这些东西 你能把这一块 再更多的 讲一讲吗 可以呀 你看啊 对 你说的很对 你基本已经给大家 做了这个 这个引言了 那么中间这段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多数在座的人 对工作 我们现在就 基本上讲 这个collider physics 那就是在 找这个中间 能量最高 尺度最小的地方 它这个最基本的 理论是什么东西 你包括effective operators 也是在这 super symmetry 也在这 Grand Unification 也在这 就是什么样的 相互作用 标准模型之外的 相互作用 会打出了新地子吗 它会看出新相互作用吗 那就是中间 你说的这个基本理论 这个基本理论 就是search for direct evidence new particle search for new particle 你要找出新相互作用 w prime z prime 或者找出搜集 或者是virtual的 就是imprint 就是比如说 flavor changing 要出来 flavor changing 就是看出了 或者是说 mute to e gamma 那有fondamental interaction 在中间来 这个地方 中间这地方 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 我们经常做的 collider physics 或者是flavor physics 的微相和理论 中间就算是这个 好 谢谢 其他问题 我也觉得这个图画得很好 这个图画得很好 他们花了脑筋的 这个是花了很长时间 画出这个图以后 他还说有故事的 所以这个图当时 是怎么讨论 那也觉得事业很高的 对 这个 这个总结的很好 这个政策总结的不错 我看了以后 也觉得好像挺全面 而且还挺确切 是 杭老师 我问个问题 我就是那个 黑格子 例子的话 现在它的基本性质 包括随必性质 是不是 现在理解的 已经很完备了 还是 黑格子 例子 在某种程度上 它 你测量的这些 已经测量的很准了 比如 王乐观的说 KX例子 发现10年 它的质量 已经测量到 小于1%了 它的测量 已经到25%了 你说这个黑格子 已经测量的这么准了 我们知道很多了 中微子 我们已经 从Poly 假设起来 到现在已经90年 从发现50年 再发现 到现在已经70年了 中微子的质量 仍然不知道 是 你要从这下来讲 可是 中微子 刚才我说了 有可能 就是 刚才是谁 马连亮问的 你这个结果 就是一个 要是真是一个 Dirac mass 那就加了一个 parameter 我们很不高兴 很不得已的 加了一个 parameter 有什么办法 那它可能就是 可是Higgs不行 Higgs这个 这个Skiller 跟别人都不一样 它没有什么 对待性 来保护它 这个中微子质量 是我们管的 叫technical natural 就像电子质量 一样 你放在哪 个量出来 它就在哪 而Higgs质量 很可能 有quantum corrections 我们大家不知道 它对新物理 有多敏感 再一个 你怎么就知道 Higgs的potential 就是两项 就是 你怎么知道 Higgs 你那个Higgs的potential 你就画了两项 你怎么知道 没有高阶线 你怎么知道 没有 Colman-Wenberg potential 而且非常flat 来generate 那个inflation 在Higgs这方面 我们基本上 就像一个极数 你把它做一个极数展开 你只看了极数前两项 对 有领头项 次领头项 还有更高 对 我们这Higgs 你说 这把这两项 测出来以后 这两项已经测得很准了 它跟其他的偶合 也测得很准 你说的对 范式能测量出来 TD8 BB8 TT都看得到 但小的当然还没有看到 但是它自己的相互作用 它那个potential 到底是什么样 它在Higgs 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就它作用最大 就在这个 Face transition 就从它这来的嘛 Face transition 这个那个BioGenesis 都是从Higgs来的呀 是的 所以今后 今后神移方面的 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了解更多的 就是Higgs 粒子和其他粒子 其他长的这个项目 就那么这样子 也增进了 对Higgs 粒子本身的 这个 那个Nature的这个理解 那对 对对对 对Higgs 所有的偶合 都应该看 下一个目标 就是Higgs 现在已经看到迹象 但是应该看得更清楚一点 Higgs 现在也看不到 因为背景比较大 所以这些都应该看 但真正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看第三项 刚才我说 你看到头两项 能不能看第三项 就Serve coupling Serve coupling之外 能不能再看更多 你要有那个Milk 你可以看那个第四项 Milk 可能那么清楚 你打出了两个Higgs 打出三个Higgs 对对 你看 那那个时候 就可能有结论了 他如果跟标准模型 差不多的话 有三四线 跟标准模型 差不多 有标准模型 可能就是很好 近视的 那你现在 西明他在以前 他就写过类似文章 就说你要有 Order One Correct 你得有二倍的 这样Correct 你才能把Higgs 这个非Transition 改成那个 Strong First Order 那Higgs 加速里面 还有一个 韩老师 就是 Higgs加速里面 是不是 今后有可能 发现更多的成员 那我当时 希望是如此了 因为目前看到 只是一个Higgs 那为什么没有 Second的Higgs 有很多 很多意义 有很多用处 又有新的CP 你有一些 又有一些 尤其是你要想加入更大的对称性 你比如加入 SuperCV 那Higgs 第二个Higgs 它必须有 当然现在大家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有没有第二个Higgs 但是现在看第二个Higgs 好像没在眼前 在眼前的话 RSE里面 是不是就应该看到 现在这个Bond 可能到到 Neutral Higgs 可能到三四百个GV 三四百个GV 这样吧 我再问一个问题 可以交流 就是说 考虑是个特别大的项目 就一百个亿美元以上的 你像就是超级对当机啊 就是美国跟欧洲相比 欧洲FCC 但是美国就参加 最近我听到 是一个欧洲已经 花了一百个亿欧元 做LISA 也是美国参加 似乎感觉就是在 特别大的项目 这一块的时候 我看你那美国的规划 这个引力波探测的时候 放到2030年以后了 不是近十年 十年以后 就人家LISA是近十年就要做 在2035年就要上天了 似乎从美国 跟欧洲相比的话 就现在美国的高能物理 粒子物理 这方面这个雄心啊 是弱了很多似的 几乎就很保守 当然了 我在理解 比如说做中尉子 那他侧中尉子的 是迫害的 挪败奖 对不对啊 做CMB CMB原住院 你过下来 挪败奖 暗物质探测 也是挪败奖 暗能量 绝对挪败奖 它完全从科学上的 但工程的经贵投资 好像这个力度是 不入着欧洲的 是不是这样的 Yes or no 你说 现在 它在本土上 确实是没有 这个领头的 这个 Program Project Tavitron 是最后一个 基本上 Tavitron完了以后 这个LSE 成长 Tavitron 就没有必要 软了 它就在 目前就在 没有了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放弃了 科学高能力研究 它在这个 光能源部本身 就是 10 billion 光能源部的 美国能源部本身 就是跟 就是一个SERN 跟SERN一样的 美国仍然投钱 是全世界最多的 毫无疑问 那你说 要从表面上看 它是不是要 把全的不投 不投给别人 自己我得家建 它这样当然 可以建 问题这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 对科学的发展 它对 它要不对 LSE参与 美国不参加 LSE LSE都建起来 建不起来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这个要 要看全面 我们作为 年轻人都希望 这个结果 这个实验 就在我们 就在我们家里面 就在我们跟前 我们也希望 在我们附近 但是从科学来讲 谁能做 我们就应该 互相支持 就应该做 美国的 雄心的确实是 在SIC下来以后 你知道 就灰头土脸 这是毫无疑问 这是真的 SIC下来以后 就没有像以前 那么 那么有胆略 还有那么有魄力了 这是真的 但是整体的研究 还是在投入 一直在投入 你不一定说 他就不再把 FORMALAB 建成一个 MUON Collider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 是能看得出来 所以美国还是在 一个 美国 DUE的一年的资金 就是SERN 这个看到 美国这个高能物理 粒子物理学家 这个水平 这个眼界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像有一个 在聊天里头 列了一个问题 你看到了吗 对 是在这个 有一个 我看一看 他这个 能不能理解的意思 他说有一个 这个同学 说有一点困惑 他觉得新粒子存在 似乎是在 粒子标准模型里面 建立过程当中 都不是不期而遇的 都是不期而遇的 而不是故意去找的 这个分析 在出新粒子的话 在设计线的话 去找新粒子 是不是可以 这个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什么 motivation 这个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应该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们应该回想一下 什么是科学 科学就是要理解自然 是不是 科学就是要看 那个自然现象是什么样 你figure out 说自然现象是什么样 我们就赢了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是不是 那有些时候 那科学发现呢 就是你走到了最远 你上了山 就看见山 山那边 有山有水 有草坪了 那不是你预言的呀 是不是 你有时候 你知道你家后院 有什么东西 上后院去了以后 你就看到了一个幽线 你就觉得 你就预言了 也可能的呀 所以科学发展 就是你走到前沿去 看那边是什么东西 就像牛顿所说的 我就像一个小孩 我在海边里面找 想找到不同的样的背窍 看到不同的颜色 这就是科学 预言 这说明你有了一些经验 你知识很深 你对自然理解得很深了 你猜出来下一个是啥 你猜对了 你很高兴 你没有预言 仍然是对科学的发展 真正的科学 不是有预言来的 真正科学是发现的 就像跨克模型 跨克模型是打出来的 当时打出来 直子有结构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为什么叫 这一赛发现 是叫革命呢 谁没有人知道 会有个charm particle 那根本就不是预言而来的 就是碰到的 那么WZ呢 就不一样了 你要有β衰变 β衰变出来以后 它就是一个流流相互作用 它不是电子 不是电磁相互 它一定有新东西 所以你就预言了 一定会有新东西 看到了新 你预言有下一个 那你这个加速器 做到了以后 W就打出来了 所以我们有预言发现 和没有预言的发现 都是科学前进当中的 必经之路 谁也不能对谁 有什么不信任和指责 你预言的这个东西 没找到 你这个科学做错了 那你对科学的发展不懂 那你没有预言 你找这个东西 说你这帮人 这没有本事 你怎么没有预言到呢 不对 科学就是要往前走 看到新现象 理解新现象 预言没预言 那是你自己 对自然界的理解 和对自然界的一个 一个认识 一个程度而已 我会没回答你的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听懂的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哈老师 你刚刚你回答问题非常好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科学 除了这个预言发现外 还有一个就是 你发现的那些事实当中 你发现那些事实是有联系的 这个联系是没有想到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科学发现 对对对对 当然当然 预言就是基于你原来的知识 你原来知识要是要深厚了 那你就有预言 比如说标准模型 标准模型把这两个 那个top quark B quark是一个double it 那它所有的例子都是 左手left hand double it 那你找到B quark以后 你就可以说 top quark 对很可能有 那要没有的话 我跟我们结构不一样了 那你不就是有预言的 那说明你的知识水平到那 那并不是说自然界没有意思 你预言了以后 也没有说自然界没有意思 是不是 那你要是你发现了 今后你发现higgs composite 也不是说你笨 那你就对自然现象 你就是理解的更深刻了 你就是要往前走 你现在我们这高能 就说艾赖西吧 我们艾赖西已经打 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 看到了很多很多新现象 我们还没有发现第二个higgs 刚才是不是笑了 是问了谁 没有看到第二个higgs 那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higgs 是错误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就是我们已经达到了深度 我们达到了十的负 二十四方 厘米 是厘米还是米 就是基本上是那个tev这个程度 这个深度了 他们开望眼镜的 看到了那个hobel telescope 看到了那个james webb telescope 看得很远 看得很清楚 我们很高兴 我们希望他们成功 我们没有看得远 我们看得深呢 我们比任何人都看得深的一个数量级 为什么我们不是成绩呢 为什么没看到例子 没有看到例子 我告诉你那地方有什么没什么 我告诉你那地方没什么 还是错了吗 那是成绩啊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因为这个时间问题 我就抓紧一点 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 最近几年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高校 它这个小型实验 除了这些大的这个ambition 是这种很大的宏伟目标的 这个实验之外 就是这种小型实验 特别是在一些和暗物质相关的 一些实验上面 美国的高校呢 它这个发展的很快 就是经常是一所高校 或者几所高校 他们内部之间就能够 搭建出来一个新的 或者发展起来一些 这个新的实验 但是呢 我们在国内呢 也有一些类似的想法 或者是 但是实现起来就很困难 我们也比如说像那个 最近的那个 那个Sense实验 就是这个 这个一个新的这个 在SnowMap下面这个新的实验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们之间好像也就是一些 理论 粒子物理的专家 还有天然体物理的 还有这个凝聚态的专家 在一起开了一些这个合作的 这些会议之后呢 就很快就能够实现 但是这个 不知道这个 他们这个成功经验是在哪 他们为什么能够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就他们这个成功的经验 或者他怎么能做 这个事情能 能做成 主要的呢 我觉得呢 细节呢 我觉得好像 我是特别容易说 主要原因在哪呢 就是美国 你想 它这个SnowMap 这个活动呢 是1984年开始的 84年的时候 就已经 都把所有的美国的一些科学家 从大学到实验室 全召集在一起来讨论 我们如何协调工作了 你看他的底子 比我们深多了 我们84年前后 我不记得高龙所还没见 高龙所八几年见的 那几年就常见吧 所以我们的那个 整体的普遍 这个积累程度 还没有那么 还没有那么多呀 所以说他这边呢 你看我们这个SnowMap 一下就是几千人 就可以 就可以拉得起来 所以他这个地方 人多势众 实力比较平均 比较强 所以就为什么说 我们这边又做SnowMap 国内并不一定 需要做SnowMap 国内呢 就有什么 有什么机会 算什么机会吧 出了一个就不错了 哪有竞争 说我们有五个 咱们要选一个吧 哪有说五个 这个 中位子实验 咱们选一个吧 或者说是这个 有很多这个暗物质的 这个地下实验室 咱们选一个吧 国内不是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 这边非常普遍 非常普及 人多 钱也多 力量也多 就比较可以 那个积累起来 做成做事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 主要原因是这边人多 人才 人才多 因为反正我们有时候感觉 就是说 比如说一些学科交叉的 就是说和其他的进行交叉 想propose一些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感觉很不一样 就是也很 他们这些人聊过 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就是确实 不知道他们的这个 您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有历史的 主要主要是这个 其次你说的对了 你这我简直是次要的 就是说 你能不能跟这个 搞AMO的人沟通 让AMO的人对你有兴趣 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技术 一个技巧 能够什么时候做出来呢 也不见得 这边可能是稍微 这个更容易互相讨论一点 可能是更那个 更开阔眼光一点 这是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主要的是这人太多了 互相之间这个讨论太多了 这个会 这个March Meeting April Meeting March Meeting 这十万人 不是 那个一万人 那个April Meeting 是几千人 所以这个大家 这个在一起 这个一起一聊 一看互相做什么 这个来往交流 更那个频繁 更有这个 有这个motivation一点 但主要还是人多 主要说真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人多实力强 这边还是实力强 人多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38分了 那 问题就到这吧 那么我们再次感谢 韩涛教授 不客气 有空来回国内来了 到南方 来当地访问 限一下报告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来来 听这个报告 好 谢谢 谢谢大家